海贼王1009化,四皇的合体技能太强悍,超新星现些团灭。 海贼王1009化已经更新了,四皇与超新星的战斗又开始了,这一化的战斗画面太震撼了,全城都在战斗,北田是要加快完结的进度,他曾经说过要在五年之内完结海贼王漫画。 鬼岛顶层的对战进入白热化阶段,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来临,凯多与大妈不惜使用合体技能霸海,也要干掉超新星。 凯多已经变成人兽形态,这个形态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霸气,不过凯多的攻击力确实是提高了。 最新仪画的标题是奈洛,与地狱的意思一样,警卫们等九霞前去寻找陶支柱,他们遇上了仇人黑炭大蛇,黑炭大蛇与光月家族的仇恨是很深的。 大蛇看到九霞受伤,想要干掉九霞,变成八旗大蛇形态,只是他非常弱小,九霞把大蛇的六个舌头砍断了。 八旗大蛇是日本神话里凶猛的怪物,没想到黑炭大蛇这么垃圾,被九霞秒杀了。 九霞没有心情去理会大蛇,他们丢下大蛇去寻找陶支柱。 陶支柱目前的处境是安全的,他躲在大河的腰间里,别人很难发现陶支柱,看石狼正在追杀陶支柱,他应该不是大河的对手。 鬼岛顶层的对决赛是最精彩的部分,四皇与超新星的战争即将分出胜负,开多与大妈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。 超新星面对两位四皇,他们无法击败两位四皇,只能使用离剑戟,把他们分开然后包围击败。 凯多与大妈打算用大招消灭超新星,毕竟超新星等人也很强,再拖下去会变成很复杂。 凯多与大妈几十年没有见面,但他们曾经一起战斗过,相互之间的配合还是很不错的,凯多还担心大妈的腰没有问题吧,大妈很自信,还说凯多是小鬼,管好自己。 两位四皇即将要使出最强的合体攻击技能,这一招名为霸海,威力巨大,整个鬼岛都差点被摧毁。 四皇的合体技能下快超新星,五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,只有罗最淡定,他随时准备转移其他人。 大海直接攻击超新星,锁龙在关键时候站出来,他用三刀流挡住了霸海的攻击,虽然只有一瞬间,锁龙还是受重伤,口中不断吐血。 罗吉使把锁龙转移,不然锁龙肯定会被杠掉,锁龙也厉害,居然能够接下四皇的合体大招。 四皇的实力不容小觑,特别是两位四皇的合体技能攻击,要是罗没有把他们转移,必须会团灭。 锁龙也预感到,这一招会死人的,要让他们躲开,露飞决定单挑凯多,其他人去对付大妈。 凯多的新招式降三是尹奈洛也很强,露飞被凯多爆打了。 大妈单独一人面对四名超新星,她即将要领核饭了。 宙斯,普罗米修斯,拿破仑剑三样武器都被超新星打掉了,没有武器的人被击得,罗吉飞。 大妈掉落鬼岛,鬼岛这么大,下面应该不是大海,骷髅头在中间,大妈只是从骷髅头掉下去,不可能领核饭的。 下周不休刊,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?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,图片来自网络,亲身致歉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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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。 好 。